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剛好是大運結束 柯P的光芒避露的時候 他正在一個高峰的時期 這時候賴清德當然緊張 他在新北的民調也不好 也打不過侯友誼 那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對賴清德來講 他當然是希望早一點接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講 林全的施政滿意度 剩這樣 再換上來一個行政首長 再怎麼樣 很難比林全更差 不過我覺得賴清德 你也不要機關算盡 你機關算盡以後 因為接下來還是吃力不討好 對不起 蔡英文的計畫是讓你等到 讓林全等到 所有的利空出境以後 再把你拉上來 因為他需要你的 雲嘉南的選票加持 所以你現在急 急也沒有用 因為你還是一個活旗 對蔡英文來講 你還是一個活旗 隨時這個新北或者是什麼 局勢的變化 如果你不乖乖聽話的話 說不定我就派你去送死 也很難講 所以這個時候 賴清德你要乖一點 皮要繃緊一點 現在送死 應該是送到台北市 比較容易死 現在台北市 柯P在世大運之後 看起來是無人能敵 不過這個時間點 如果不換賴清德的話 蔡政府的執政威望 到底要如何確立 還是該就把一些 有問題的閣員 先處理了再說 我們來看看這些 這一段時間以來 大家認為市政上面 爭議最多的 第一個當然是 勞動部部長林美珠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賴清德 是不是要上來接隔魁 他第一件事情要處理的 就是一粒一休 那一粒一休這件事情 不就是林美珠上來的時候 信誓旦旦說要來收拾殘局 要怎麼樣子讓他善後嗎 但是上任以來 都沒有看到他親上火線回應 連勞團都抱怨 平時城抗遊行 都看不到部長的人影 還被稱為是一個神隱部長 那一粒一休的爭議衍生不斷 舉辦公聽會的時候 林美珠居然說 立委一直在逼我 但是我沒有要修法的打算 公聽會根本不是要討論修法 是立委要求我來 我只好來 就是來聽聽 他們在說什麼的性質 再來看國防部部長馮世寬 上任之後 當然發生了 雄三飛彈物射逆狗案 戰車翻覆 清權鋼的毒品等等事件 讓國軍的形象大殺 不過他卻給自己打100分 現在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拍偶像劇太陽的後裔 還有換裝艾森豪短夾克 這好像是他認為形象 比其他都重要 那九三軍人節 這個對於全國軍人來講 非常重要的節日 他也不在 他也不在台灣 然後出國去考察了 被戲稱說是畢業旅行嗎 怎麼會這麼早就開始 另外交通部部長賀成蛋 上任之後的爭議當然也很多 宣布取消端午節國道夜間收費 這件事情 而且還連續兩年 都是同樣的議題 又碰上了Uber爭議 遊覽車翻覆 台鐵罷工 然後碟戀花的賞鷹團翻覆等等 那任務長 葉俊榮 去年則是日本輔導食品書台案當中 公聽會居然有黑衣人闖入 被總統很生氣的罵說 為什麼黑道可以進公聽會 接著滅箱 減箱議題的時候 民進黨中常會上面 總統說政府會被你們害死 怎麼不趕快去把問題解決 世大運開幕的時候 遇到了陳抗事件 媒體報導 總統對他也很不滿意 就說你們現在用這種柔性勸離的方法 根本無濟於事 看來總統對於葉俊榮 是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這麼多大家覺得問題很多的閣員 就算你內閣部全面改組 這些閣員不用換嗎